火道游覽車翻車意外 引起各界隊駕駛工時過場 與疲勞駕駛的討論 立法院24號舉行一場 避免游覽車超時駕駛工廳會 游覽車駕駛代表認為 司機從出發前被車檢查車況到開車 期間的待命被請時間 應該都是上班時間 整個過程 因為我們幾乎都是在精神緊繃的狀態 所以這基本上從到車場出車前檢查 本來全部都是要算在工時裡面 那你前面有半個小時的預備時間 跟後面半個小時回去這個縮時的時間 這個就算在工時裡面 交通部認定駕駛執勤時間 應該以有開車來算 沒開車不受僱主約束的時間就算休息 不過學者舉出歐盟為例 駕駛休息時間必須要是得以完全支配的時間 在台灣待命時間 由於隨時會配合遊客而有所變動 並不能算是休息時間 學者認為開車前後 備車整車時間還有待命時間 都是工作內容應納入工時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新的就是跟過去以往的工作時間 不一樣的概念 那這一種整個叫做拘束時間 把相關車輛裝上GPS 工時的規定跟認定又很清楚 那這樣我們就一定要用自動查核的方式 來做相關的管理 目前歐盟規定每天最多只能駕駛10小時 每周不得超過56小時 雙桌不超過90小時 如有違反規定 甚至還可以判有期徒刑 更可以連帶處分旅行社 車行活動成辦單位等 學者建議從源頭管控並落實執法 交通部回應 9月起將全面執行科技管控 若有違法必定嚴加處分 記者綜合報導